郑佩佩7月17日在美国离世 她的家人将会以从简的形式操办后事 小女儿原子岁以及小儿子原何玉 已经先后在社交平台上哀悼母亲 不只是家人 实际上与郑佩佩有过合作的明星、艺人 有过交情的名人 无一例外的以不同的方式 悼念这位一代荧幕女侠 这么多亲友在悼念郑佩佩 令人关注的是 郑佩佩的前夫袁文通 在得知了前妻离世之后 会坐以任何感想与感受 是否也会悼念郑佩佩 答案未必会吧 至今她没有任何表态 郑佩佩的前夫 袁文通在郑佩佩78年的人生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虽然两人夫妻情早就原尽 但是四个孩子 作为割舍不掉的纽带 也让袁文通在郑佩佩的人生中 写过浓重的一笔 关于袁文通的现状 除了她的子女 想必无人知晓 事实上 袁文通的与子女的关系 只能说比较一般 四个子女在郑佩佩生前 不时地会晒出母女或是母子合照 却从来没有见过妇女 父子合照 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并非那么亲密 在她的四个子女中 也只有袁子岁与袁文通的关系最好 袁文通上一次有进照被曝光 还是在2022年的时候 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 袁子岁的儿子 庆祝一岁生日 袁文通也在场 事实上 袁文通与袁子岁的关系的确不错 在袁子岁在2021年 生下了儿子之后不久 袁文通竟然不顾隔离的要求 就从美国到香港来探望女儿以及外孙 并且一直留在香港 直到外孙满月 由此可见 袁文通非常喜欢这个外孙 而就两人的面相来看 袁子岁的儿子 长得与袁文通很像 那时候的袁文通 看起来气色很好 年过75岁 比郑佩佩大两年 头发还没有白完 还是有黑发 并且状态很好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显得很年轻 甚至看起来很慈祥 相信她的日子过得很好 袁文通在与郑佩佩离婚后之后 就甚少再有她的消息 在那个网络资讯 并不发达的年代 若是当事人不自曝 任凭媒体在神通广大 也很难了解到一手近况 何况她还远在美国生活 后来再见到袁文通 就是与袁子岁有关 袁子岁2019年2月 在香港深水湾游艇会举办婚礼 当时郑佩佩现身了 袁文通也在场 在婚礼进行时 袁子岁就是由父亲送入会场 这是袁文通时隔多年后的罕见露脸 之后就是袁子岁怀孕生子 以及儿子亲生 袁文通都在场 可见袁子岁并没有因为父母的离婚 而对父亲有不满 反而成为了最靠近父亲的那一个子女 袁文通能够与子女 尤其是小女儿保持良好的关系 说明郑佩佩从来没有在子女面前 说过对方的坏话 当然 这并不表示袁文通是个好父亲 好丈夫 反而他两样都不是 不只是疏于对子女的照顾 对曾经的妻子郑佩佩 几乎是毫无关爱之情 郑佩佩与袁文通的相识 也是巧合 袁文通的父亲是当年少士的发行商 郑佩佩是少士的演员 相识不意外 不过两人的相识 又挺戏剧化的 郑佩佩自爆 母亲在袁文通的家中打牌输了钱 自己送钱给母亲 就邂逅了对方 不过 袁文通并不是一个体贴的男子 从来不像郑佩佩献媚 还经常会批评他 与他唱反调 正是如此 郑佩佩反而为此所打动 于是在1970年 依然嫁给了袁文通 郑佩佩在发展得极好的时候 就早早嫁人 一方面 她是真害怕自己嫁不掉 终究那个年代的女星 最终的归宿 就是找个好人家 另一方面 也源自她在现实生活中 缺少安全感 希望找到依靠 却又没想到 嫁给了袁文通之后 走的是一条极为艰难的路子 嫁入袁家后两年 郑佩佩就吸引移居到美国 当时她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为袁家生儿子 她认为 丈夫三代单传 自己既然是对方的太太 就有义务为对方生子 结果怀孕八次 流产四次 生了三个女儿 才生下了儿子 然而袁文通 根本不体谅郑佩佩的艰辛 连产检也不陪伴 郑佩佩还要顶下全家的生活 包括带孩子 做家务 生了儿子之后 郑佩佩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在儿子两岁的时候 也就是1987年 就提出了离婚 袁文通没有劝留 甚至连儿子也不要 还让郑佩佩净身出户 这就是郑佩佩掏心掏肺 连命都不要 都坚持要给他生儿子的袁文通 郑佩佩后来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 要工作 要还债 当时办了电台 要养家 那日子有多惨就不说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 说过对方一句坏话 直到离婚三年后 孩子才知道父母离婚 所以四个孩子对袁文通 谈不上有恨 只是不亲而已 尤其是儿子 从小就没有父爱 而袁文通离婚三十七年 与郑佩佩几乎无往来 郑佩佩对袁文通有恨吗 没有看出来 至少他从来没有公开 数落过对方的不适 还把所有的不适 都归咎到自己身上 所以在袁子岁的婚礼上 他不介意与袁文通同场 但就再也没有合照 多年后 袁文通对郑佩佩有愧疚之情吗 也未必吧 一开始就无情 之后怎么会后悔呢 对于郑佩佩的离世 袁文通至今也没有发生 未来相信也不会发生 至于会否参加告别仪式 那就只能等等看了 前几天 大家都熟知的荧幕女侠郑佩佩 在美国离世了 这消息一出来 娱乐圈都震惊了 但让人纳闷的是 他前夫袁文通到现在 都还没发个声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说实话 袁文通在郑佩佩这78年的人生里 可真是个重要的角色呀 虽然两人早就离婚了 但他们那四个孩子 就是他们之间扯不断的联系 不过啊 你看他们孩子晒的照片里 几乎没见过袁文通的影子 看来这位老爸跟孩子们的关系 也就那么回事 但话说回来 袁文通跟小女儿圆子岁倒是挺亲的 记得那年圆子岁生了儿子 袁文通老头子可是不顾一切 从美国飞到香港 去看女儿和外孙 这一幕啊 真是让人觉得 哪怕是最疏远的家庭 也总有那么一点温情在 说起袁文通和郑佩佩的婚姻 哎 真是一言难尽啊 想当年 郑佩佩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选择了嫁人 她自己也说过 怕嫁不出去 想找个依靠 可谁知道 婚后的日子 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袁文通那老头子 真不是个体贴的人 经常批评郑佩佩 跟她对着干 这种相处方式 可能一开始 还让郑佩佩觉得新鲜 但时间一长 生活的苦可就 慢慢显出来了 郑佩佩结婚后去了美国 主要任务就是给原家生儿子 想想看 她怀了八次孕 流产了四次 这得受多少罪呀 可袁文通呢 连产检都不陪着她去 这真的让人心寒啊 儿子出生后两年 郑佩佩终于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提出了离婚 袁文通呢 也没挽留 就让郑佩佩净身出户了 这段婚姻结束 对郑佩佩来说 是个沉重的打击 但她从没在孩子面前 说过袁文通一句不是 这份坚强和包容 真的让人佩服 现在郑佩佩已经走了 袁文通沉默 也许是心里有愧 也许是没法面对过去的伤痛 但生活总得继续呀 希望她能勇敢面对过去 也祝郑佩佩在天堂安息 同时 我们也期待袁文通 能出席郑佩佩的告别仪式 送她最后一程 毕竟 两人曾经深爱过 还有四个孩子呢 这段感情虽然坎坷 但也是他们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